柯寿良毫无背景 却能成为圈内人人敬仰的大哥 轻唱一曲满是江湖气息 电影中的他 喜欢带着山鸡押弯 载着成龙飙车 现实中的他 同样热爱机车 还是一个实打实的极限狂人 甚至不惜拼上性命来向祖国献礼 金天可乐带你聊聊大哥的硬核人生 14岁辍学步入社会 与一帮混混兄弟在外胡作非为 被人胖揍是常态 17岁接触机车后痴迷的步行 有一次他从山坡向下俯冲 由于速度过猛被甩了出去 撞上胶石断了腿 即便如此 他依旧沦陷于速度带来的快感 之后参加一场台湾摩托障碍比赛拿下冠军 于是他揣着500块奖金闯荡香港娱乐圈 正值香港动作电影最辉煌的时期 成龙 红金宝等圈里一大半动作明星都在玩命拍戏 各种危险镜头都是真人实拍 也造就一种怪想 每当拍完一段 导演喊得不是收工 而是救人 柯寿良想在这种环境下混个脸熟闯出名堂 能做的就只有拼命 高空跳台 告诉壮强信守年来 1982年 曾志伟导演电影最佳拍档 为了卖座设计了诸多危险镜头 需要男主许冠杰骑着摩托 以150马时速从三楼穿过玻璃 飞驰而下落入大海 全香港的舞生都拒绝尝试 曾志伟只能联系好莱坞特级演员 如此危险的动作 皮操落后的外国人看了都直摇头 直呼真要这么拍肯定得进医院 是柯寿良临危寿命 看完剧本后独自闷声在训练场待了一个周 就在开拍前一晚 制片方紧急叫停曾志伟 如果柯寿良是你的朋友 你就不要害死他 但柯寿良为了打开知名度坚持要尝试 这才有了荧幕前经典的飞车镜头 无论谁的电影 只要有完成不了的危险特技 都会去找柯大胆 1986年 成龙拍摄龙兄虎弟 设计一段飞车镜头 车身飞起横跨六车道的高速公路 总共75米长 保护措施只有一根安全带 这个设定无疑是让演员送命 柯寿良二话不说 直接挂挡踩柴门飞了过去 成家般发了风势的从变形的车辆中 将柯寿良拖出 再次一战成名 这种拼命帮朋友的一起 让柯寿良结下很多过命交情 刘德华还推荐李安秀 为他亲身打造歌曲《大哥》 顺手为柯寿良 圆了一个歌手梦 只有柯寿良自己心里清楚 台上的风光 都是用命换来的 这首歌还被诸多 十例歌手翻唱过 但谁也唱不出 那生死看淡的情怀 1992年 国外一名热血人士口出狂言 要挑战其摩托飞越长城 创造吉尼斯记录 柯寿良听闻后 气不打一出来 中国土地哪里容得你洋人先飞 由于危险系数太大 几乎没有任何的赞助 这次就连老婆宋丽华 都不支持他 呵斥柯寿良 一把年纪了没事找事 刀子嘴豆腐心 宋丽华最终还是决定 变卖部分房产 凑了几百万给柯寿良 张学友拿出50万 来帮助大哥实现梦想 于是柯寿良整齐装备 以100码时速成功 跨越38米宽的风火台 1997年香港回归 此时的柯寿良44岁了 早就过了青春热血的年龄 他又决定驾车飞越黄河 为祖国献 将地点选择在50米的湖口瀑布 可惜三次模拟训练 均以失败告终 最远距离也就43米 剩下的7米距离便是鬼门关 亲人好友都劝他放弃 可他倔就倔在不听权 宁愿献出生命也要尝试 这一天 6万多人的眼光 都聚焦在柯寿良身上 央视和凤凰卫视出动 顶级拍摄团队来记录 人类历史上最疯狂的一次尝试 即将上演 随着汽车引擎的发动 一辆白色赛车呼啸 冲出起降台 以完美的曲线 横跨了50米宽的黄河 成功落地 并创造了新的吉尼斯记录 刘德华第一个冲进去 并紧紧搂住大哥的脖子 我要让我自己的行动 向私人证明一点 中国人有足够的能力 足够的勇气 可以力量做好世界上的每一件事